城组开展了空间站任务长期载人飞行 对航天员操作技巧影响研究相关工作 该项实验利用空间站任务长期载轨特点 依托载轨训练和实试验任务等安排 选定参与研究的项目 航天员在完成各项目操作后 填写操作用时 疲劳量表和脑力复合量表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 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理 与燃烧科学等领域实验持续开展中 城组按计划进行了相关实验样品的更换 同时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枪体清理 轴心机构电极维护 视窗盖镜片更换等工作 此外 城组与地面科研人员密切协同 利用载荷自动进出舱功能 顺利完成了舱外载荷的回舱工作 在空间站内环境监测方面 城组开展了个人噪声 暴露剂量测量 生环境监测等工作 有助于评估和改善空间站内的升学环境 城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 电解质氧补水 部分组件更换 以及生物实验样品下行预冷支持装置转移等工作 该装置如同一台小型制冷机 能在实验样品返回地面前 预先冷冻或冷藏下行冷包相变材料 为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应急处置能力 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定期开展 此次演练主要模拟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 三名航天员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 上周城组案计划开展了医疗救护载轨训练 在进一步熟悉设备位置 复习使用方法 巩固操作流程和技能的同时 通过训练感受天地差异 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 失利特性等 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 城组案计划开展了眼压及眼底检查 质量测量神经肌肉刺激等 有助于监测并维护航天员身体状况 此外城组定期开展了舱内清洁 物资整理及垃圾转运存放等工作 确保空间站内部环境洁净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眼